联储局在3月份一如预期加息25个点子 根据过往经验显示 如果加息周期是由经济增长所推动 整体而言都是对实物资产价格有利 从而有助支持防托的基本因素 而防托的派息可以跟随经济增长而上升 过去一直有效对冲通胀 根据3月21日彭博数据 美国上一轮加息周期 即是2015年12月至2018年12月期间 亚洲防托录得43%的总回报 跑赢亚洲股票同期的29%总回报 目前亚洲防托的关键投资主题 仍然是物业营运数据复苏 收益改善和能见度上升 特别是环球各国对于今年陆续开放边境 亚太防托的行业分布多元化 既有结构性的增长行业 例如工业和数据中心防托 亦有受惠经济重启主题的行业 包括零售、办公室和酒店业防托 有助投资者在寻求资本增值和稳定收益之间取得平衡 我们继续看好新加坡防托市场 因为当地市场的相对估值吸引 亦具备较诈的重启复苏主题 根据3月21日彭博数据 新加坡去年第四季经济按年增长率达6.1% 领先亚太区主要防托 预期当时的Omicron疫情达到顶峰和消退之后 新加坡政府将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放宽社交和旅游限制 减于新加坡经济增长较稳健和即将开放 当地零售业防托和多氧化防托 都是市道回升的潜在受惠行业 香港的Omicron变种病毒过案急增 防托市场表现较疲弱 不过香港政府早前宣布发放新一轮1万元的消费券 相信有助缓解零售业主的压力 因为预计他们将在当局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后 会向租户提供租金优惠 我们认为社区型商场的业务相对稳定 兼具防守性 因为他们的收入来源是来自民生必需消费项目 而不依靠旅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